吉安乡人礼万善庙举行了中原普渡法会 除了供奉往生者也有宠物专属的普渡仪式 而庙方也把宠物贡品捐赠送给了动物流量之家 而在今年人礼万善庙还准备了2200斤的白米 以及一批普渡物捐赠给吉安乡公所 为请乡公所发送给境内的弱势家户 吉安乡人礼万善庙举行中原普渡法会 有鉴于今年华联天灾重创民生 特别准备了白米2200台金 还有民众普渡物资捐给吉安乡公所 请乡公所代为发放 今年是我们万善业210周年的生日 我们早上会跟万善业注售210周年 我们今年就是用神规的印象去做展示 我们待会祭拜完以后 我们会把物资给吉安乡公所 做他的一些对弱势的我们的乡亲 做一些捐赠的活动 乡长游淑珍特别来到万善庙祈福 感谢庙方捐献百米物资 我们平安米要送到我们的弱势单位 我们是不是借助大家的手 来跟我们万善庙掌声鼓励 那学生也带来了一个 我们的感谢 来谢谢我们主委 跟所有的我们的工作人员 好我们谢谢厢长 万善庙主委杨清姬表示 庙方除了供奉往生者还设置宠物连坐 所有祭拜猫狗宠物的粮食 在会后也捐给流浪动物之家 而庙方一群往力 同样举办了百项大理莫彩活动 今年奖品包括价值7万多元 日本东京迪士尼双人游 还有iPhone15小米电动脚踏车等 厢长游淑珍也捐出了一台53寸液晶电视 前程以公开直播方式 让活动达到最高潮 介络会讲相报道